大家好,我是Ad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这棵石壶经过换盆之后 它长得很红薄 你看,好像这一棵老港上面 已经生了三棵小苗的 但是这棵小苗还长多一棵苗 这边也是再长多一棵苗 那这棵是叶子枯黄掉 但是没有根的 那我想着就是把它 现在今天想取它一棵下来 看能不能独立存活的 那这棵老苗呢 这棵老苗呢 其实它这个营养有限 所以它这棵是没有发出这个根 所以我想着先把它取下这棵下来 令它这棵看看能不能有根 因为它这一棵老苗呢 生了有三棵 小苗的高牙 那会负担很大的 所以这棵好像生不到根了 已经不够营养的 那我今天就尝试捡一棵下来 单独一棵苗的 那我是用这个盆栽也是 那这个呢 是也是刚刚好的一个套杯 跟一个这个下面有孔的 最主要不要积水 种植的 种植什么植物啊 下面最好有洞的 而且呢 这个套杯呢 我也是觉得这个放一点水呢 能够透上去那个保湿的 我也是用野糠来种植的 那我今天呢 尝试一下 给它呢 剪一棵下来 来单独种植 那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剪刀 剪刀呢 就先用这个 消毒 消毒纸巾啊 消毒纸巾呢 先消毒一下 先把这个剪刀 消毒 剪 就是剪什么花杆啊 我觉得是 最好是消毒一下 比较好 那我是想着呢 先剪这一棵下来 单独一秒的 那我们是怎么剪呢 因为这个上面已经开过花了 应该是没有小描的 我就剪 剪这个杆下来先 好 而且呢 你剪掉这个杆呢 它也不会占营养的 就是不会占这一颗的营养 而且它这个杆呢 在上面呢 摇了摇去 所以我觉得 剪掉它更好 那我就取这一颗下来先 单独一秒的 那首先你剪掉这个杆下来 跟着这个杆一起 好我们就剪 剪了一颗下来 就是减轻它这个负担 看这一颗呢 能不能生那个根啊 因为这一颗呢 它都没有根 这边还有 还有多一颗 这个小苗身上还长了多一颗 所以很 这个也 这个老港 这一颗呢 就是 怕它负担很大 好 那其实这一颗呢 也可以取下来的 这一颗苗很大的 那我们取下来之后呢 那这颗苗呢 我们就 把这个老港呢 一起 一起种在这个 小盆栽里面 好 首先呢 我就把这个野康 先打湿它 打湿之后呢 其实 就是这样子 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颗呢 它有多一颗 小苗啊 所以我觉得呢 不要埋得太深 给它这样子 躺着 种也可以的 其实它们要一点埋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你也可以呢 就是 把这一边呢 先 先挖一个洞 我这个是野康啊 这个是打湿的 那野康呢 是育苗呢 是比较好的 跟着呢 就这样子 连这个茎啊 一起埋 是比较 就是比较 他们比较 呃 附身在这个 老茎上面啊 还有一点营养 你不要讲 这个掰 这个一颗下来 好 还有一点营养 这个可以供应给它 这个小苗 这个老茎 因为我试过呢 扒一颗下来 他们是会 会枯黄的 好 你就这样子一起这样种 就可以了 就当一颗栗枝来种植 好 这样子就可以单独 试一下种一颗 那另外呢 我们就 种好之后呢 浅浅的埋 都可以的 因为它这边 还有一颗小苗 那我们再 就是 就是种好之后呢 一定要 就是浇透水啊 浇透水就给它定制的 我这个杯子呢 就是讲放一个套杯 下面放一点水 就给它这样子 就给它有密封的 就给它长期有保湿的 因为我这样做呢 因为是根据我这个室内的环境 因为我们暖气 暖炉啊 非常之干燥 所以你一定要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下面放一点水呢 就它就比较容易保湿得到的 好 种好之后呢 我们放在一个这个通风处啊 先不要给太阳直晒的 我们给它缓一缓一些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好 好 嗯 嗯